HELLO 了世紀天天同行星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來看庫曼人對上馬薩爾人 這場比賽是帝國戰爭的石灰岩地形 先來介紹一下藍方大約7點鐘方向的文明 是選擇了庫曼人 庫曼人最大的特色封建Stack 就可以開下城鎮中心 帝國戰爭模式一開舉就可以開城鎮中心 但是如果開下去肯定會被打到頭破血 甚至TC還在不及蓋好 對方就殺怪了 所以開局的庫曼人前幾天還是會先蓋個馬舟或射箭廠 馬舟跟射箭廠的造價也是非常非常便宜的 所以到時候即使前面投資了馬舟跟射箭廠 也不會影響到他TC慢開的問題 那我們接下來介紹一下馬薩爾人 那馬薩爾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一級鍛造技術 這個條是免費的 城堡時代送二攻 帝國王時代送三攻 所以整體送起來 他可以省下非常多資源在攻擊力身上 現在他很適合打這個封建時代 步槍策略 然後轉戰矛的一個打法 那後期呢 城堡時代也可以打馬攻 因為他現在的團隊加成 是可以讓馬攻單位製造速度變快 所以馬薩爾人呢 現在是比較適合在城堡時代 轉這個馬攻跟騎士的路線 那在以前的版本來說 要轉馬攻也不是問題 但是就是很難成形起來 那透過這一點的改版呢 讓馬薩爾人 城堡時代的馬攻可行度 又大幅上升了 好那我們看到 好道特這邊開局是按了槍兵跟弓兵 好開始往前走 點下了一擊射 咖哩直接維持沒有轉馬就 好兵工場一擊射點下去 好開始撒農田 這應該是沒有要蓋城鎮中心了 可能點完城堡時代 才會去補城鎮中心的一個做法 因為擴板人呢 如果沒有在前期很早開的話 就是很中後期才開了 那當然你的城鎮中心越早開 對手一定要拉個幾村過來搞一下事情 不然會有點虧喔 好這邊直接一個大圍石 四個房子圍起來 馬薩爾人家裡沒有出太多兵 毛病要安歇嗎 這裡沒有毛病的話 這兩隻攻堅守有點麻煩 好但是馬薩爾人現在沒有打算這樣做 反正自己送掉了一匹馬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馬薩爾人 這邊是決定繼續進攻 沒有打算要防守 這個洛馬從下面要走出來了 好這裡要出 好趕快把這個房子蓋好 好再收一下 這個村民扛著箭死的傷害 哇還是被急殺掉了一村 好最後總受不了 還是按了一些毛病過來防守 那這邊有個細節喔 他是先點下了一級工兵鎧甲 希望可以提升毛病的生存能力喔 但是相對來說 手真的是很短阿 工兵稍往後拉 就打不太到了 好這裡又再圍一次 好這裡肉馬沒時間空 本來要進攻 但是忙不過來了 好到時候點下了城堡時代 那TC通常會在這個時間點去補下 那阿拉伯的打法庫曼也是蠻適合這個打法 如果你要project start 一上去就蓋城鎮中心的話 就要來打塔工 去拖一點時間 那一般打法來說的話 還是可以邊出兵 然後邊點城堡時代時候 去補下第二個城鎮中心 那到時候呢 這邊是先蓋兩個馬就 好想要來先提升一下品種 或者是這個先量纏一些輕騎兵 好去給馬扎爾一些壓力在 好這裡可能會被包夾 好讓馬扎爾按了這麼多毛病 道德的意圖眼睛獲得了 他最希望的就是對方多出一點毛病 那待會自己轉這些騎士 就很好反擊這些兵種 那這些兵就是拖一點時間 要反擊回去是不可能 好左邊TC還沒有補 哇這個是直接爆了對工兵 七隻工兵 好看一下這邊的操作 好兩隻工兵已經倒地了 槍兵往前 看要不要先把槍兵解決掉 好兩隻工兵應該是沒了 最後是兩隻工兵全部倒下 好到了這時候還沒有開TC 想要直接轉馬爆嗎 升清騎兵 然後點下來2級射跟奴兵的升級 直接打個奴兵開 然後轉草原騎兵 好補下來城鎮中心 那城鎮中心稍微慢了一點 還是道德忘記他是庫曼人呢 好沒關係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的工兵 能不能做到一點事情 那馬扎爾人封建時代 還有大概1分鐘30秒 才能升到城堡時代的關係 這邊只能打個被動防守 這時代一升上奴兵 很難擋 那嘉莉可能他在囤更多的毛病才行 好後面趕快圍起來 好道德這邊是鬼轉 少雲騎兵 細節的部分是8個人挖冰 但是現在肉不太夠 好這個草原騎兵 直接把弱馬給逼退了回去 馬扎爾人 這邊是點下城堡時代之後 也補下了品種 可能上城堡時代 還是要打一下騎兵 好雙馬就趕快按騎士 草原騎兵繼續追趕著這隻弱馬 好草原騎兵吸引到了一些箭矢傷害 城堡中心15個單位 大概有12隻村民沒事做 好這邊再憋一點時間 可以戳掉這隻嗎 哎呀 最後還是戳掉了殘血的村民 好兩隻騎士放出來 趕快打 好直接補了3TC開農 到最後這邊是3TC也在開農 好馬扎爾人 這邊騎士繼續量產 現在大約有5隻騎士 2級馬鎧 待會可以補一下 但是現在3TC在運作 可是馬鎧沒有辦法那麼即時點下 至少要先把農田灑到230片田 才能穩定3TC運轉 加上雙騎雙馬就量產騎士 所以防護率在這個時間點很難去 產生2級防 好過來看一下 哇這個村民直接被爆砍一波 道特中間門戶大開 被抓掉了幾隻村民 死傷有點嚴重 但道特這邊沒有打算放棄進攻 這邊繼續攻擊周圍的建築物 想要給馬扎爾人 這邊更大的壓力 好家裡轉駱駝就沒問題了 但是道特的駱駝到地龍時代 是沒有重裝駱駝的 所以路途城堡時代稍微擋一下 也不能出太多 出太多的話 待會沒有辦法升級 也是有點尷尬 好村民出稍微平衡一點 58村對上54村 對於這種全黃金兵的打法 馬扎爾人壓力會比較大 最好的辦法就是正面突破 傳超多的騎士 然後正面趕快輸出 看能不能打破 後面毛兵趕快偷點 好毛兵繼續輸出 草原騎兵過來 駱駝也過來防守 但正面一波 公兵死得差不多了 草原騎兵努力反擊 好最後 馬扎爾人是打出了這波會戰 這波會戰道特成功拿下了前線的勝利 好村民出6三村對57 現在馬扎爾人要打贏這波的話 看要不要補個僧侶 或是補個工程器製造所 加強一下自己的反擊能力 不然這邊農田一直被控 肉類沒有辦法繼續研發發展起來 不然這些地都要全部刪掉 重新趕快 圍右邊一下才行 大家趕快去找出空地 讓自己的農田可以發展起來 這邊可以很明顯看到 道特的農田樹已經來到29片田 馬扎爾只有18片田 好決定來這邊開農田 好道特這邊繼續3TC農 第4個TC開下去 石頭還沒有開始刮 那這張地圖比較麻煩的是 石頭跟黃金都是混合在一起的 所以你挖石頭的時候 還要特地去往外開 黃金的話只有家裡的這幾塊 好後面有一堆石頭 好 好 你的毛病快要倒光了 這裡幾隻騎士 看一下情況 好 道特東轉出了生旅 好 這一波衝進去 招想了一隻駱駝 好 這裡收村 駱駝死得很快 道特這一波有點衝動了 一衝動正面的局勢就有點不太妙了 好 這裡駱駝賽出來擋一下 生旅還有10%就可以出來了 好 荒祥滅嗎 好 出來招想 應該是來不及 好 最後這個射箭場 能不能收掉 剩下70滴血 好 馬扎爾趕快拿一些騎士過來 誒 這隻騎士 被木槍給擋著了 自圍馬就 把自己的騎士給圍起來了 好 道特這裡點一下輪軸技術 輪軸技術一補下之後 應該就會比較穩定了 好 91吋 待會輪軸上去 可以直上手推車 這樣擴慢人的經濟就會非常好 馬扎爾人的經濟現在是73吋打93 村民烈士20吋 支援員量來說 已經輸了2600支援了 那目前看起來馬扎爾人 還是要繼續噴嘛 但是沒有足夠多的農田 可以繼續按這個騎士 還是需要更多的經濟才行 那這張地圖有野味 所以可以考慮過來蓋個TC 補個野味吃一下 可能也是可以考慮的 但是不管怎麼說 經濟要穩定 還是需要大片安心的空地才行 那現在馬扎爾人 沒有繼續開TC 那道特這邊已經全部 把自己的農田往外開了 所以經濟是輕鬆的 可以打贏馬扎爾 那馬扎爾這邊又會很害怕 自己沒有辦法扛住正面 所以要被迫爆了更多的騎兵出來 那其實馬扎爾人 這邊就可以考慮要不要轉馬攻 或是轉槍兵 這邊轉槍兵了 因為現在駱駝的情況多的時候 騎士出再多 還是很容易被擋下來 對方反而可以去偷經濟 好那道特這邊是果然補下的鎖推車 輪走鎖推車二級挖金 經濟直接補到最滿 待會就可以直接一波帶走馬扎爾 好 待會要看一下要不要點下二級農田呢 好 撿了兩個生物回來 開始把這個生物偷偷帶回來了 好 好 這裡鬼轉槍兵 道特有意識到嗎 好 這邊道特轉了草原騎兵 草原騎兵 是 庫曼來說 在草原騎兵文明裡面算是偏弱的文明 因為他的草原騎兵只有移動速度的優勢 並沒有像這個隻 絲護甲 或是這個血量甲的優勢 就是單純移動速度比較快 帝王世代的時候 城堡世代的話 就是一般草原騎兵而已 但是價格還是相當優惠的 好 這裡衝進來草原騎兵跟槍兵 正面直擊 但是這裡馬扎爾有大量槍兵A了過來 馬扎爾人這邊也想要蓋寶嗎 但是這邊衝過來 城堡蓋太下面了 道特這跟城堡蓋在中心點的位置 好但不管怎麼說太少硬蓋 結果道特這名部隊全部直接倒下 騎士的體質實在太強大 正面突破了道特大量的草原騎兵 駱駝全部死去 四隻僧侶也做到了最高CP值 好僧侶趕快點掉 這僧侶沒有碰好 但是道特加力已經一團亂 這一波進來可能自己要損失非常多的單位 哇 轉槍兵果然夠快成型啊 好 道特被戳的一個 觸不及防 損失了一些村民 但是還好 道特的防守還是做得很好 損失掉村民也不多 還是132村 對上103村 聰明優勢 還是失誘者 左邊補下了一個新的城市中心 道特這邊要找個機會 森帝王時代 木頭有點爆亮了 開始轉青茶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這裡可以考慮點個化學 不化學 彈道學 馬扎爾經濟也開始往外開 現在自己稍微有點優勢了 先回農一下 待會 森帝王時代 再來決戰也不遲了 但是後面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那待會這邊是要出衝車 想要把這一團的建築群全部頂進去了 正面進攻 好 庫曼這邊炒成騎兵 加上青茶搭配 這個組合 對庫曼來說 是一個很強大的搭配組合 下方又有少量騎士 奧特一直有在用騎兵防守 好 青茶直接揍到了門面 但是沒有騷擾到任何一隻村民 走進來了 現在有彈道學 射村民很準 這個時候的青茶呢 攻擊力只有六點 所以怎麼射騎士 都是只有兩滴血的傷害 那他的散彈的傷害呢 其他的箭矢都是一滴血 所以看起來 客外人打騎士是非常抓癢的一個狀態 但是數量一多之後 還是可以秒殺遊俠 因為箭矢數量夠多 好 這裡騎士 炸進去 又抽了幾隻村民 奧特的村民處 稍微下降 村民處正式被 馬扎爾給返超路回去 結果這邊出的是投死車 而不是衝車 想要直接進攻城鎮中心啊 固埋人點下了銀貫技術 大草原跟踪技術 讓洛馬跟草原起兵 這個產生速度就會很快 還有馬攻單位 好 待會就可以大噴馬了 那這邊是要跑草原呢 還是要噴洛馬呢 好 下方這個地圖 所以我現在要再來控一下黃金 好 正面堆到了 草原起兵的數量越來越多 馬扎爾這邊地龍時代很難點下 好 這裡撒了更多農田 左邊這個區域趕快派一些兵來防守 騎士過來了 但是右邊也是 正面已經被屠路進來 這裡收村可能來不及 而且待會頭死車就要砸掉這個城鎮中心裡面的村民了 好 再一發 哇 村民被打噴出來 趕快跑 跑到第二個城鎮中心 好 後方村民被偷 這一隻騎士已經抓了很多村民 四隻了 現在倒車是主力 趕快充滿趕回來 等一下精銳草棋 馬鎧部分還沒有提升 好 這裡先上去 高速點掉 防守車 第一台 第二台 哦 這裡稍微砸到了一隻 三台點掉 哇 第四台有點 可惜 差了一些傷害 但是倒車這裡派了非常多草原騎兵 直接正攻馬鎧爾的正面 家裡使用草原騎兵做操作防守 那邊草奇殺了進去 這根城堡變成倒車堡 當然倒車的村民已經布滿了 111吋 只剩下108 但馬鎧爾還有137吋 村民是馬鎧爾人 目前還是領先狀態 這一波倒車經濟有點慘 馬鎧爾這邊是無能為力 上帝王十代 城堡打帝王 馬鎧爾人還能撐多久呢 這邊草奇又抓到了一些村民 哇 再抓下去 馬鎧爾人可能要GG了 但倒車家裡也是一團招 到處都有騎士在亂竄 左邊這隻騎士已經砍到了9隻村民了 還在砍 好 但是右邊的魔防也被抓 法木工下面也被抓 經濟沒有往後開 是馬鎧爾這邊一大失誤啊 把TC往前開 是自己具有非常大的優勢的時候 才可以這樣做 不然還是要盡可能的往後開TC 會比較好 現在你城堡打帝王 沒有機會可以反壓回去 前面的經濟都被控制住了 完全沒有辦法 可以再繼續回弄了 好 增產更多槍兵 嘗試防守看看 好 但是馬鎧爾人這裡不甘失落 決定要在前面再補一根城堡 這個城堡壓不起來就算我輸 我覺得他這一個應該是要輸了 這個也絕對蓋不起來啊 好 當然這時候馬鎧爾人打出了GG 我們恭喜DOT拿下比賽的勝利 草原起兵 配上清查 這個庫曼的標準機動性打法 但是馬鎧爾人這邊已經打得很不錯了 抓到非常多DOT的說明 這一波換下來其實也是那麼虧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DOT拿下資源上勝利 只有石頭小石 基本上其他都是贏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見